來 接下來 接下來 累了 有點累了 前面太用力了 海產跟大天 來 你們也是朋友 海產你要控訴大天什麼 其實我要控訴大天 其實好朋友跟同事就兩種人 一種是好人 一種是爛人 然後大天剛好 兩個都有 他是好爛的人 你知道嗎 我們剛好是這樣子 有一次 因為我們兩個 因為最近直播 我們變成那個網路上的偶像團體了 剛好最近 這個團體名字叫做 叫做小卓拔 露天海尼根 然後我們因為我們現在網路當紅 不好記喔 不好記 好 我跟你講 有一次有一個導演找我們兩個 向中我們 我們兩個可能要去搬上大螢幕了 我們去見那個導演 然後那個劇本就給我們看 那個劇本還真精采 一個馬戲團 馬戲團小開跟一頭金剛 愛上那個女空中飛人的故事 然後給我們看腳本嘛 我就看那個故事 這個怎麼看 那個馬戲團小開一定是我 因為那個金剛怎麼看就像 就像大天了嘛 他根本不用化妝 他衣服脫了就action了 就可以了 沒有沒有沒有 好 那個是導演給他最後 最好聽的彰化 因為他那個導演 因為那片是奇劇 就是一個微電影的時候 不然你們討論一下要怎麼 你們分配一下角色 可是他這樣講 我們大概也知道了 好 那大天我就說 好 OK OK 聊一聊也很開心 看過劇本 OK 我回去的時候 看大天怎麼在讀那個劇本 因為他要練習角色功課 他怎麼在讀那個馬戲團小開的那一本 我說你該去讀金剛那一本才對 金剛那一本有什麼好讀啊 也是金剛精是不是 對 金剛那一本他要讀 他怎麼讀這個 然後他就語重心長的跟我說 沒有沒有海產 這個我跟你講 這個馬戲團小開的角色 因為我的經驗比較豐富 我是老前輩 這個讓我來演會比較適合 這個金剛的還是你去演 你比較能詮釋這個動物的 然後他用一個前輩姿態壓我 我說不不不 可是可是 在我在講的時候 不是 就這樣子了 好 我就生氣 因為 這強迫你接受 他強迫我接 這本來就應該是我要演啊 我一定 你一定演金剛 你還要跟我講什麼講 他一臉就是金剛了 好 因為約定了 我們還要去飾演給那個導演看嘛 還要去演一下 我就生氣 因為我們角色根本沒有敲籠 他也太生氣了 因為他前輩姿態 他也跟我說好 那我們就不要去 好 說不去就不去 我們都不要去 我們就耍大牌看怎麼樣 反正這個角色我們已經拿下來了 那個群組 因為我跟大天跟導演有一個群組 就解散掉了 這個工作就這樣子 因為大天的這樣生氣 這個工作沒了 就沒了 最後什麼 這個微電影上了 哇靠 我們被什麼 被卡古跟山豬搶走 蛤 這個工作因為大天 對 很氣 因為就大天這樣子 沒有 這本來就是那個角色 金剛這種角色 一定就是你這個形象 其實你也是可以演的 我怎麼可以演 而且金剛的台詞就是 沒了體 姐剛就看你 就一副就是金剛 沒有 你不要亂講 台產的身形 比較適合演猴子 那個金剛 金剛對他說太大隻了 金剛對他講太大隻了 金剛的台詞有什麼好背的 不是 金剛 你誤 你誤得超好的 你誤一次 對 是不是就是他了 好 我跟你講 這件事情我也就不記仇了 我就算了 但因為我們 我們那個直播上 其實我們是非常認真的 我們是有開 事前會開事後會 對 可是因為大天這個人節儉 他們家的網路是 偷連隔壁Wi-Fi的 所以開會的時候 他其實是會Lag的 你知道嗎 然後每次都不知道什麼 他不知道是 網路真的太爛 講太細了吧 也是接隔壁的 都接隔壁的 他計身上有 現在是 計身上有 他很小氣 以前 房子買了Wi-Fi 不會那個網路不辦 你知道嗎 以前是鑿臂偷光 現在鑿臂偷Wi-Fi 偷Wi-Fi 好 他Wi-Fi不好就算了 因為我們要開會 我們要視訊會議 我每次 每個人都要討論說 那我們要講什麼 我們要講什麼 哽了哽 可是每次輪到我的時候 他網路就 不知道是不好還是怎麼樣 我就講完我的這個企劃 他就說 他就叫我 你再講一次 因為他聽不到 會Lag斷斷續續 好 我就再講一次 他還是聽不到喔 因為他很大聲 因為聽不到了 我就擠了就慌了 因為旁邊 因為我在家裡開會 然後那個大天在氣什麼 還是你們不要 線上開會好了 就是你們改天 就是碰面 不然大天這樣好像不對 我就說對好 那應該是 我可能就是判斷 他可能是Wi-Fi的問題 我們就現場一群人就是開會了 我講完他不知道是什麼 犯了劇場病還是什麼 他對完我的故事 我講完這個梗 他說 不行 他會給我打一個叉叉 不好笑 不好笑 對 他會很歐 不行 然後 哈哈哈哈 好難笑 然後因為 我那時候 打擊你喔 打擊 那時候我是帶女朋友品品 然後 品品還問我說 還是你就退出這個團條了 連大天都看不起你 那真的 這輩子沒有人看得起你了 你有沒有再講一次 那個名字叫什麼 什麼 什麼海尼根 小卓吧 露天海尼根 算了啦 換個名字 真的 哈哈哈哈 對 我連 就是搞的 連我女朋友都覺得 好大天是不是在看不起我 說什麼 連大天都看不起你 那這輩子沒有人看得起你了 真的是看不起你 真的看不起我 說真的還慘 妳本來也就沒什麼 自尊心的人 妳怎麼會 哈哈哈哈哈 我怎麼會走心就對了 對 不是 那天剛好 我又帶著女朋友去想說 今天開會 沒面子 她在馬子面前 對 她讓我漏氣 漏氣 還給我哈哈 沒有 海產不高興 可能是因為 她覺得他們是一個團隊 對 但是她覺得 她誤以為大天這樣子 對她的那種方式 好像是以高到低 對 就是好像她在 她其實自己解讀錯了 因為有人自己本身 專家你怎麼說 專家你怎麼說 我們這一段友誼 大天對自己的那個演藝 是滿有信心的 而且你非常勇於表達 還有爭取 你想要的角色 所以當你面對你的好朋友 海產的時候 你就很自然而然的 想要用力的去 達到你想要的目標 和表達 你想要表達的情緒 其實我覺得你 這方面 你如果真的硬要挑毛病的話 是你沒有真的去理解到 海產的點 對啦 主導性過於強硬 沒有看到我內心 而且人容易不知不覺 就是 她會覺得說 在這行我是你的前輩 我自己也比你久 所以她有絕對的主導權 所以告訴你這不行 這個意思 我跟你講 她也是屬於那種 見色望有型 而且我們就已經直播了一百天 直播一百天 這每一天都要發各種 各式不一樣的來賓 然後有一次就會發現說 你會秀到一點點 海產對於那種女來賓 特別用心準備 對 就比方說什麼張若凡啊 炎藝閣這種來之後 她除了上播之外 她還會穿西裝上播 打扮得跟那種什麼 名偵探柯男一樣 就西裝穿在她身上 但穿起來像名偵探柯男 結果她上播的時候 她就會一直不斷地 就是我們都在訪問 但是她是那種 用那種很炙熱的眼光 是會燒出螢幕那種 去電那種女來賓 對 然後時不時 女來賓在唱歌的時候 她還會準備一個平板 然後上面就弄一個愛心這樣 然後擺在那裡 然後人家唱歌 她就一直這樣 真的 其實我們那個什麼 你想 你想 我跟你講 我們這個也是在做節目用心 可是其實說出來 大天他這個人 天下烏鴉一般黑 因為其實我們是 輪流在主持的 你知道嗎 好 那天每次主持 輪到大天主持 主Key的時候 就是什麼 Zara 炎藝閣 不然就是張若凡 都那種很頂級很正的 然後他那天晚上 我們開會的時候 大天就語重心長說 海產小老弟啊 明天有一通 重要的 交給你了 這個回合 當然啊 對 他很用心的回合 作球給你耶 手卡也都給我了 他說 大天終於 真的是好前輩 我很感動 我眼淚已經感動到 一把鼻涕 一把眼淚了 我看完來賓 哇靠 小優 怎麼又是小優 演藝閣他也不給我 張若反正不給我 小優就丟給我 很氣 很氣很氣 大天你還有什麼要控訴他 你這麼多 他這個很可怕 他為了要接工作 很可怕 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因為這一陣子疫情上微解封 很多的那種節目的需求量 變得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就有一個一次性的外景 要找我們兩個 因為知道我們兩個在直播 然後說我們是海產小蝦 是海鮮組合 對 要讓我們去海邊玩 去玩水 結果恐怖了 那個不是普通的玩水 是要去潛水 到潛水的程度 要潛水 可是問題是我根本沒有 我根本沒有什麼證照 我怎麼不可能潛水嘛 也不能體驗 我就說我沒辦法參加 我就私下跟我經紀人講說要推掉 結果突然間他知道我要推掉之後 他立刻打電話來 因為他想接這個工作 對 他跟我說 大天 你要冷靜思考一下 現在疫情期間 能夠接一個工作 是一個工作 前來就幹 而且他就說 沒關係 製作單位那邊他去溝通 他去溝通一下 搞不好最後就是去海邊看一看海 然後稍微簡單串一下就沒了 對 玩玩沙嘛 結果他真的去溝通了 他去亂掰 說我會潛水 他說我會潛水 他說大天真的會潛水 他厲害到怎麼樣 他直接去潛水 背那個氧氣瓶下去 不是背氧氣瓶 他以為是背錯 一樣在那邊潛了兩個鐘頭 潛了兩個小時上來 才發現 欸 背到滅火器 然後安然無恙喔 對 以為是水費 結果是自由潛水 他直接跟那個製作單位講 那個製作單位 不知道哪裡的製作單位 那種網路尾外的那種 對 竟然也相信了 製作單位不知道真傻還假傻 他說 哇 大天還真厲害 背滅火器 潛兩個多小時 然後他就寫一趴 直接寫在企劃裡面 我看到 我想說傻眼了 這工作已經接了 對 哇 頭已經洗一半了 然後那天開開開開 它溶洞 哇 就準備到現場之後 現場所有的氧氣瓶裡面 真的 我們兩個再三個妹嘛 就只有五個人嘛 四罐氧氣瓶 跟一罐滅火器 擺在那邊 不夠尷尬 我也不知道那滅火器 我要怎麼辦 他就為了要救我 他就打開那個滅火器 擦膠 然後噴了我一嘴 有什麼 印完了怎麼辦 錢都已經收了 那個勞報已經寫好了 你知道嗎 完全沒有在關我的死活 亂接工作 還在亂講故事 讓我去應接這種事情 太可怕了 這個是 因為大家知道 我們是玉林流派的 這個演藝圈有分體系 我們是玉林流的 對 對 東西都來了 你總不能生氣說翻臉不玩 對啊 硬傷就對了 而且你還不夠敬業 我要是以前我們的那個文化 硬著頭皮 沒有我氣 背了就潛下去了 對不對 七天後 平戰 七天後自己回復 七天後 他身上有人在那邊 他本來就是丟一顆西瓜 西瓜在哪裡浮起來 那個一定就在那裡 就在那裡 順著海流嗎 真的 是不是 很氣 所以要挑選這個 適合的工作夥伴 不容易 最後 給我們一個誠懇的建議 挑選夥伴 工作上的夥伴 要注意哪些事情 就怎麼樣的人 適合跟我們一起工作 要怎麼溝通 說真的 就是朋友一起工作的話 就要知道其實工作是工作 朋友是朋友 他們遵循的規則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在挑選夥伴的時候 盡量去選 互補的夥伴 然後我們所在意的事情 在工作開始之前 就要先講清楚 這樣可以避免未來的衝突發生 你要選擇這個工作的對象 要評估一下 特別是家人 對 或者是說是朋友 夫妻 對 那你們要考慮一下說 你們適不適合 當然 生性 他們就可以一起工作 那就OK 那如果發現說你們的脾氣 其實也是相衝的 那就評估一下吧 對 希望大家那個工作愉快 不要 出街頭不適合啦 OK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來賓 謝謝來賓 謝謝來賓